2月21号就昨天啊 英伟达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这个财报可谓是万众瞩目 做美股的人都在盯着这个财报的公布 那么关于财报的热度也差不多了 一晚上时间 现在咱们冷静下来 看看得失 然后再分析一下后面的这个操作 今年怎么着也得资产翻倍是吧 在我会员频道的朋友呢 上周就开始讨论英伟达财报的问题了 可谓是成也英伟达 败也英伟达 大家都在安民不动 静静的等待财报的到来 这个现象是挺有意思的 一来呢 大家都害怕这个财报公布以后呢 会引发市场的波动 股价甚至大盘都可能下跌 因为已经涨这么长时间了 二来呢 大家都知道英伟达财报会很不错 想在这个财报公布前买入 然后堵这个财报的市场反应 所以我就很纠结 拿我自己的这个反应很典型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财报公布 我是怎么损失一万多美金的 我是在财报公布前一天啊 说我看了一些数据以后 然后我觉得这个英伟达财报会不错 可以赌一把 所以我在20号的时候呢 686块9毛8 买入了200股英伟达 这是一个短线操作啊 我这里说的都是短线操作 退休账户 我相信大家都会保留这个股票很久的 英伟达是我在2021年就开始 陆续建仓那个股票 而且定期去买入 咱们今天只说短线操作 因为风险大啊 然后有意思 但是因为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有所顾忌 所以就一直盯盘 买完以后一直盯盘 然后大概拿了几个小时 我就发现 20号当天 还有下跌的风险 所以我在上午10点 40分左右的时候买入 下午1点50左右的时候 我就卖掉了 盈利了一点点 也就是1000多块钱 那我说的都是美西时间啊 然后财报公布的当天 也就是21号 英伟达了这个股价呢 一路走低到667附近 然后这个时候还很庆幸 昨天我及时卖掉了 要不然被套还是挺难受的 谁知道下午盘后 啪反转了 财报公布以后 股价一路飙升到743 其实这个反转是在预料之中的 但是华尔街就是这样 割韭菜的你知道吗 这个财报公布前大跌 让很多人就恐慌卖出啊 然后所以这个留下来的人 都是长线操作 要么就是对英伟达这个股票 有一些情感因素 比如说很多台湾的朋友 他就一直持续的买入这个股票 去挺自己的这个企业 就好像我们操作特斯拉一样 就一直买买买 然后拿个十年二十年 这样的一种情感 或者说叫信仰寄托 如果我在20号 没有卖掉那200股的话 我是676的均价 如果没有卖的话 那么我一天的盈利 大概是13400美金 也就是说20号到21号 一天时间 我就在英伟达这个股票上 损失了一万多块钱 差不多10万人民币 当然了 开玩笑的说法 已经卖掉了 就没什么可遗憾的 证明这个钱就不该我赚 至少这一天我没这个命 本来是要赌一把 结果恐慌损失了 不过美股 它每天都不缺赚钱的机会 关键是赚钱的眼光 和你的这个思路 比如说今天早上 半个小时 我又在英伟达这个 扳回一局 753时候买入 一小时以后780 我设置了一个自动卖出 算是对前一天损失了这个弥补 当然我这给自己上了一课 就是说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分析 不过数据再好 也可能会大跌 这个在特斯拉这个股票上 我相信表现就很明显 我会员频道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 不过我特斯拉就属于比较 能拿得住的 可能我操作股票 还是有点迷信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 快速实现财务自由的 这个系列视频里 讲过一个因素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骗人 就是财运 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模式 说白了 还是自己这个思维模式 说到了限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障碍 和信息减房 因为我在特斯拉这个股票上 赚到钱了 所以我就莫名的 对这个股票 有一些自己的信仰在里面 但是英伟达 因为了解和关注度 没有特斯拉多 所以最多我就认为 这是一个目前处于 风口上的一个行业 AI领域的背书 所以说我就自然 关注度就没有太多 市场的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胆怯害怕 不过我长线买入 跟这个短线操作 还是两个概念 长线买入股票 我在这周的会员频道帖子里 给大家公布了 长线退休账户 一些持仓情况 还有一些仓位很小的 我就没想 我讲这个事情目的什么呢 就是说给我自己提个醒 也把这个自己领悟的 这个道理分享给大家参考 操作股票除了要有 数据分析能力 也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要过度害怕 大不了就是如果说 财报以后大跌了 那么就再加仓买入 拉低均价就好了 没必要恐慌 因为我用来赌财报的 这个预算资金呢 本来就不多 200股大概就是14万不到 我也不是做期权 也不会强行平仓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 本质就是自己这个心态问题 小心翼翼太过于紧张了 我是有这个能力拿着的 结果给卖飞了 给自己也算是一个记性 虽然账面损失 也就是少赚了一万多 但是也挺遗憾的是吧 不过不用担心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做股票谁也不是神 咱们也就是小散户 卖空买空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吸取经验 以后慢慢就会赚的越来越多 做股票本来就是靠数据分析 和经验加持才能赚钱 有的时候也有赌运气的因素 下面我再说一下 这个英伟达财报情况 英伟达股价多少 可以适合再买入 报告显示呢 英伟达去年四季度营收 是221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204.1亿美元 调整以后利润率是76.7% 市场预期是75.4% 数据中心收入是184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172.1亿美元 预计2024年第一季度 营收是240亿美元 财报各项数据都显著超出了市场预期 受这个消息影响 英伟达美股盘后快速拉升 一度上涨超过20% 财报发布前曾连续四天回调 累计跌幅达到8.7% 财富发报前 高盛交易部门将英伟达称之为 地球上最重要的股票 期权仓位显示 英伟达股价有可能向任意方波动 大约11% 鉴于英伟达在股指当中所占的重要权重 且多头仓位集中 该公司的财报有可能撼动金融市场 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英伟达财报原因 截至当地时间 2月21号收盘 英伟达美股市值达到了 1666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1.84万亿 不过大家应该有一个发现现象 其实21号盘后 英伟达股价涨到743这个位置 其实也就是把财报公布前几天 前四天跌下去的那个百分比 就重新给拉回来了而已 实际上从2月15号到2月21号 这一周英伟达的股价并没有大的变动 无非就是在这一周走了一个过山车形态 然后又上来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在20号之前跌的那几天里 675 680左右这个附近买入了英伟达 或者是加仓 那么短期来看确实是买到了低点 但是你说现在700多还要不要追高呢 我个人认为不要 英伟达目前虽然股价看起来还有上涨空间 而且财报确实让很多人疯狂 除了数字增长 他们还有新的业务诞生 他们这个业务带来了40%的利润 潜力是无限的 下面是他们财报内容 大家可以听一下 那是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you know where that number was you know maybe a year before how much you're seeing growth around LLMs from inference and and you know how are you measuring that is that i assume it's in some cases the same gpus you use for training and inference uh you know how solid is that measurement thank you uh i'll go backwards the the estimate is probably understated and um but we estimated it and let me tell you why uh uh whenever a year ago a year ago uh the recommender systems that people are you know when you run the internet the news the videos uh the music the the products that are being recommended to you because as you know the internet has trillions you know i don't know how many trillions but but trillions of things out there and your phone is you know three inches squared you know and so so the ability for them to fit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down to something such a small real estate is through a system an amazing system called recommender systems these recommender systems used to be uh all based on cpu cpu uh approaches but the recent migration to deep learning and now generative ai has really put these recommender systems now uh directly into uh the path of gpu acceleration it needs gpu acceleration for the embeddings it needs gpu acceleration for the nearest neighbor search it needs gpu accelerating for the re-ranking and needs gpu acceleration to generate um the augmented uh information for you so gpus are are in every single step of a recommender system now and as you know recommender system is the single uh largest software engine on the planet almost every major in major company in the world has to run these large recommender systems 具体英伟达的业务内容我就不在这儿赘述了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会员频道 参考我分享的最新操作还有投资内容的分析那我个人认为英伟达的潜力 还是很大的下一步很可能还会拆股我不知道啊我但愿它拆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借机加大持仓不过拆股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那么股价还会有空间赚钱是主要的 今天视频的最后啊我也说一下就是我买下这个包袱吧 我认为英伟达的股价如果在近期回调到700以下650左右都可以继续买入 当然有可能一路上涨不给你买入的机会都有可能啊股市这个风险是要谨慎投资的 投资股票是第一代移民最适合的居家赚钱的方式 美股也是最容易实现财务自由的投资产品 希望我会员频道的朋友和视频前的观众呢都可以早日财富自由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感谢观众 按照 这